第三章 有一个法利塞人 名叫尼哥迪姆 是犹太人的官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 说拉比 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 若没有神同在 无人能行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哥迪姆说 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 岂能再进五父生出来吗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 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稀奇 风随着意思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凡从圣灵生的 也是如此 尼哥迪姆问他说 这能有这事呢 耶稣回答说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还不明白这事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我们所说的 是我们知道的 我们所见证的 是我们见过的 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 你们尚且不信 若说天上的事 如何能信呢 除了从天降下 人就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生过天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神胎他的儿子 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 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 独生子的名 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 道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 就是在此 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救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但行真理的 必来救光 要写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这世以后 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 在那里居住施洗 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楠也施洗 因为那里水多 众人都去受洗 那时 约翰还没有下在殿里 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 竭定的理 就来见约翰 说 拉比 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 你所见证的那位 现在施洗 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 约翰说 若不是从天上赐的 人就不能得什么 我曾说 我不是基督 是奋差遣在他前面的 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 取心腹的就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站着 听见新郎的声音 就胜喜乐 故此 我这喜乐满足了 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从天上来的 是在万有之上 从地上来的 是属乎地 他所说的 也是属乎地 从天上来的 是在万有之上 他将所见 所闻的见证出来 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 那领受他见证的 就印上印 证明神是真的 神所猜来的 就说神的话 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 父爱子 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 神的震怒 藏在他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